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吳采尼 中國基準的公債殖利率 在投資人一窩蜂的搶買債券之下 殖利率最近是下探了心低 中國的央行人民銀行 在昨天放話 要堅決打擊債事的違法亂續行為 但是有專家警告 中國如果想要學日本控制 償債殖利率 但控制不好的話 可能會導致公債的價格崩盤 殖利率會向上狂飆 日本在今天公布了 第二季GDP的成長是3.1% 遠遠超過了預期 這就顯示日本的經濟 步入了由消費支出 推動成長的正向循環 那反觀中國 仍然在通貨緊縮的邊緣來掙扎 最新公布的融資數據 也顯示經濟並不太好 中國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議論 再度沸沸揚揚 但是中國當局現在似乎更煩惱 如何才能夠讓債事受到控制 日本央行在二零一六年 推出了債券殖利率曲線控制政策 配合量化寬鬆的購債操作 把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限制在零上下 這麼做的副作用很明顯 平凡的購債不但為央行帶來了虧損 也導致債券市場的流動性下滑 並且扭曲了市場價格 讓債市原本的功能惡化 那日本顯然是清楚這些副作用 並且始終維持公開透明的操作 但是中國官方干預債市的行動 並不透明 操縱了各大型銀行 放出了各種消息 讓整個市場無所適從 彭博的專欄作家任淑莉就表示 這會讓投資人不斷地去猜測 人行容許的殖利率地板 或者是天花板究竟在哪裡 但是這對債市的回穩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反而會火傷加油 因為一旦市場有一點點風聲 就會引爆債券的贖回潮 會導致更劇烈的動盪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張圖 黃色的這條線 是中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在八月初他曾經下探了破紀錄的百分之二點一 但是這幾天回升到了百分之二點二以上 市場猜測 這代表人行容許的殖利率底線 是比七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 就是最下面藍色這條線 高出要至少四十個基點 知情的人士就爆料 中國金融監管總局 在上週五八月九號這一天 找來銀行的理財部門開會 要他們加強相關的風險管理 在八月九號當天 中國有十八檔債券ETF的流入金額 是大幅度的減少 在星期一八月十二號這一天 更是轉為了淨流出 還有消息說 官方要求銀行記錄債券買方的資訊 而一些投資人為了不讓銀行留下資料 寧可付出更高的價格 從其他的途徑來購買 那在今年以來 中國投資人爭先恐後的強進債券 這就反映了對經濟前景的悲觀 以及中國的資產荒 中國星期二公佈的數據就顯示 七月份提供給非金融機構的人民幣 這家貸款 十九年來是頭一次陷入了萎縮 比六月份減少了七百七十億人民幣 這個原因就是 這些非金融機構償還的債務 超出了新界的貸款 而對比中國的經濟疲態 過去長期意味通貨緊縮 景氣很低迷的日本 最近倒是逐漸擺脫了陰霾 今天公布的第二季的GDP 創下一年多來最快的成長 那日本政府是不是 終於可以宣告成功戰勝了通貨緊縮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日本GDP成長率的變化 日本的經濟成長率 主要看的是所謂的年化激增率 也就是年化之後 跟前一季相比成長的幅度 我們看到旁邊的柱狀圖 就是日本每一季的GDP年化激增率 可以看到整體而言 這個波動的程度其實是蠻大的 而日本的內閣府 在今天公布第二季的GDP成長 是來到了百分之三點一 比原本市場預估 還要高出了不少 這也扭轉了之前三季 GDP不是萎縮 要不然就是只有 小幅度成長的情況 那這主要反映的是 企業在春豆薪資協商之後 慷慨的加薪 帶動了第二季的民間消費 回到了正成長 顯示日本央行長期以來 一直想要營造的所得跟支出 互相拉抬的良性循環 可能終於要開始出現了 也強化了日營未來還會繼續升息的預期 那要是日營繼續推動利率正常化 美國聯準會也日如預期的開始降息 那前一陣子短線大漲的日元 未來很有可能還會繼續走高的 這雖然對降低日本的進口成本 是有幫助的 也會進一步提振消費 但是日本的出口卻會受到傷害 我們先來看一下日元對美元匯率去年七月以來的變化 我們看到線往下走代表的就是日元升值 可以看到去年的下半年日元是呈現了先扁後升的情況 但是今年卻是一路的走低 最低曾經扁到了一百六十億以下 之後是短線的大幅升值 也就是我們看到線的最後面大幅向下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聯準會降息的預期升高了 以及日營上個月底意外的再一次升息 日元雖然在後來稍微的回扁 但是還是在一百四十七點三附近的價位徘徊 沒有回到之前的超低價位 而先前在日元持續弱勢的環境之下 日本的出口表現一直以來都很強勁 那目前已經連續有七個月的正成長 我們看到藍色的部分 最新今年六月份的年增率是來到了百分之五點四 但是家庭支出 也就是黃色這條線是剛剛好相反的 大家可以看到家庭支出的線幾乎都是在零以下 六月份的數字下滑了百分之一點四 現在市場都在密切關注 也要使日元進一步的升值了 那這樣的情況到底會不會出現了改變呢 我們再來關鍵的是 蘋果公司在庫克當家的期間 雖然推出了頭盔智慧表 還有藍牙耳機等等新的產品 但像是智慧電視 還有自駕電動車的開發計畫 都是胎死腹中的 不過彭博爆料 蘋果有一個好幾百人的團隊 正在研發結合iPad 還有機械手背的家用型桌上機器人 可以透過Siri 還有蘋果的AI功能來進行控制 可以擔綱智慧家庭的中樞 也可以用在視訊會議 最快要在二零二六年推出 那預估會把價格壓在一千美元左右 大概是三萬兩千元台幣 小巧的機器人呆萌的搖頭晃腦 讓每個人都想擁有這樣一個居家助理 AI浪潮擋不住自動化時代來臨 科技大廠爭先恐後研發居家機器人 不過現在恐怕都要落後蘋果 蘋果正研發一款桌上型居家機器人 結合有AI系統的iPad 希望能成為蘋果下一個革命性商品 不只可以辨識人臉還有聲紋 機器人還能根據使用者反應 做出對應的表情和細微的肢體動作 像是點頭或搖頭 但要能微妙微笑地模仿人類行為舉止 不只要投入大筆資金 技術上也還有很多地方還沒突破 原本想截足先登的Amazon被迫宣布 今年9月暫停居家保全等小型機器人的研發 Meta和特斯拉也都有類似 但未實現的構想 也讓全球緊叮蘋果是否能搶得先機 近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三星電子最大的工會 在今天再度展開了為期四天的罷工 工會的副主席李賢國 他在直播的時候表示 這一次罷工的目的 就是要對公司來造成衝擊 預估在罷工的期間 三星不會有足夠的備用人力 來維持生產線的運作 而三星總共是有五個工會 這一次發動罷工的工會 大約有三點六萬名成員 佔三星南韓的員工數量高達了三成 這是在七月勞資談判破裂之後第二次罷工了 而工會的態度也更加強硬 試圖要癱瘓生產線 不過三星也在第一時間發出了聲明 強調有工作才有工資的原則 希望勞資雙方可以繼續溝通 解決加薪還有獎金方面的爭議 鴻海在昨天召開了法售會 但是董事長劉洋偉就缺席了 公司只有說他另有藥物出國 沒有多做說明 結果揭曉呢 他是飛去了印度跟印度的總理莫迪來會面 莫迪在社群平台PO出了照片 才讓整個行程曝光 那鴻海真的是非常的低調 這是劉洋偉跟莫迪第三度的公開會面了 莫迪發文表示說他很高興見到劉洋偉 並且透露兩個人這次會面 是為了討論鴻海在印度多個地方的投資計畫 而劉洋偉此行除了跟莫迪來會面 預計還會參加當地員工宿舍的啟用典禮 也可能會出席印度獨立紀念日的慶典 並且會跟多個廠區所在地的首長來進行會面 而在昨天的法說會上 鴻海也釋出了利多 強調由鴻海代工搭載 徽達GP200晶片的伺服器 那目前為止都是按照進度來推進的 會如期在第四季出貨 沒有延後的問題 已澄清先前傳出 徽達晶片的設計缺陷 可能會影響攻擊 干擾伺服器出貨的消息 那鴻海也對第三季抱持了樂觀的展望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三月來臺演講的重頭戲 就是發表Blackwell平臺 號稱加速運算新時代的來臨 但爆出設計缺陷 導致GP200的晶片降延後出貨 不過鴻海在法術會中 拍胸埔保證 代工的GP200出貨時間沒問題 鴻海不只作為揮達最強的供應商 2024年鴻海科技日10月18日19日舉行 更傳出會邀請黃仁勳 成著黃仁勳AI浪潮 鴻海營收再闖新高 鴻海第二季營收達1.55兆 毛利率達6.42% 稅後盡力有350.45億元 EPS以來到2.53元 而上半年AI伺服器 佔鴻海整體伺服器的業務 營收比重已經超過四成 展現強勁的需求 相信AI伺服器很快 可以成為鴻海下一個 除了AI加持 鴻海在電動車方面 Model Z累計到今年七月 已經交車超過五千四百輛 中國鄭州的新事業總部 也正在佈局中 有AI話題和電動車的加持 看來鴻海將持續長旺 近新聞 林昏凱 張俊涵採訪報導 臺灣最高法院在昨天確認 八年前過世的長榮集團 創辦人張榮發的遺囑有效 張家四子張國偉 也就是新宇航空的董事長 確定可以獨得一百四十億的遺產 因為還有民法特留分的問題 遺產的分配恐怕還有得潮 但是投資人樂觀的看待 張國偉如果能夠順利的取得遺產 有助於新宇推動年底挂牌上市 以及各項的營運計畫 而消息傳出之後呢 也激勵了新宇航空 在今天盤中股價 一度噴漲了超過百分之七 中廠的漲幅仍然是超過百分之四 六年來他都是為止要不分家 然後他現在又說老爸死的時候 就注定要分家 兩年多前張國偉大談分家 還說爸爸遺囑是真的 現在也獲得司法認證 最高法院十四號宣判 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 遺囑有效 小兒子張國偉確定一人獨得 一百四十億元遺產 就是這張遺囑張榮發寫明 本人存款股票及不動產全部 由四子張國偉單獨繼承 這讓三哥張國正很不服 提起遺囑無效訴訟 一審二審法院都認定遺囑有效 判張國正敗訴 最高法院十四號駁回張國正上訴 全案確定 這場打了八年的兄弟真產 真能告一段落了嗎 張榮發先生已經去世了八年了 然後就遺囑所設計的財產的部分處理 這個四個遺囑執行人 到現在都沒有任何的作為 親近張國偉人士指出 如果三哥張國正拒絕執行 或是故意拖延的話 張國偉不排除再提告 長榮海運小股東委託律師李文鵬 也趁慎追擊喊話 追查長榮海運交易合法性 另外張家家產龐大 律師表示三兄弟還有特留份 遺囑如何執行遺產如何分配 各方人馬恐怕還有得吵 進行有這種報導 進轉全球在昨天報導了 中國的內需不振 企業的經驗困難 只要把低價的商品 賣到海外的電商 大發力士 在歐美以T姆作為平台的拼多多 就是最佳的代表 拼多多的創辦人黃針 他也順勢登上了 中國的首富寶座 而包括拼多多在內的中資電商 在美國的訂單大爆發 讓原本已經供不應求的航空貨運市場 更吃緊了 也帶動了運價的看長 他們除了尋求中國航空業者的協助 甚至還大手筆的包下了 台灣國籍航空的貨倉 這就有可能會引爆 第四季搶定貨機的大戰 這也可能會排擠到台廠的出貨 找來羅志祥拍廣告 中國電商拼多多成立九年 打趴阿里巴巴 京東等老牌電商 業績飆漲漲 最近一物流老闆說漏嘴 各地貨倉滿滿貨品 跌得跟小山一樣高 拼多多主攻團購 中國用戶比近八億 在美國推出一年 活躍用戶也破五千兩百萬人 手機客戶更破一億大關 更待望中美兩地的空運需求 拼多多標榜一周到貨 為了加快出貨速度 空運需求大增 甚至找來上海市政府協調 爭取包機 開口就是一個月要六噸 九十班貨機 遠遠超出市場量能 不只拼多多 中國電商大量搶運能 導致今年航空貨運 美國縣幾乎沒有淡季 迎來前所未見的大航情 承攬業者也得跳下來 幫忙找包機 中飛航除了華航 長榮合作也找上國泰航空 九月到年底 十三班上海飛芝加哥貨機 預計九月前就會全數搶光 光是今年前七個月 台灣空運總噸數 86.3萬噸 比去年同期大增 百分之五點四 更超越2019年整年總量 空運市場爆量 紅海危機還沒落幕 海運價格繼續飆漲 貨運一艙難求 年底要迎接電商出貨忘記 搶倉潮勢必打得更火熱 臉書母公司Meta的執行長 祖克伯 他跟妻子普利希拉的感情 非常的好 那最近祖克伯在社群媒體 Instagram發布了一組影片 還有照片 這個內容是他為妻子 打造了一尊高二點一公尺的雕像 也引發了網友的熱烈討論 這座雕像的顏色是綠色的 他的身上披著一件銀色的披風 那乍看之下 還以為是哪個女神 祖克伯在貼文當中表示 為妻子製作雕像 是古羅馬時代的傳統 他要讓這樣的傳統起死回生 也吸引了大批網友的討論 有網友就表示說 祖克伯的行為非常的浪漫 但也有人覺得看起來超級尷尬 不如把錢花在其他的地方 比較恰當 休息一下繼續進轉全球 美國總統大選兩黨都在積極爭取搖擺州的選票 最新的民調就顯示 代表民主黨的賀錦麗 在七大搖擺州當中 有六州是領先川普的 他的身世持續看長 拿著一大一小包裝的薄荷糖 當美國前總統川普 猛批對手賀錦麗放任通波惡化 這是負責運動 這是Tic Tac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變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後 成為選戰焦點 最新民調顯示 在美國七大搖擺州中 賀錦麗在其中六州領先川普 在總統拜登退選後 賀錦麗只花了一個月 就明顯翻轉選情 就連拜登都開玩笑說 他準備找工作 有近五成 美國人認為 在致力於民主和遵守紀律方面 較符合對賀錦麗的印象 有約三成的人認為 這些特質更適合用來描述川普 但在經濟和移民議題上 川普較具優勢 至於誰較有希望 在十一月大選脫穎而出 川普和賀錦麗評分秋色 另外川普競選團隊表示 內部通訊遭到外國駭客入侵 川普直言都是伊朗的陰謀 賀錦麗副首 明尼蘇達州州長 華茲傳出已經答應要出席 美國CBS新聞頻道 十月一號所舉辦的副總統候選人 辯論會 但對手范斯卻沒有回應 外界也關注范斯 會不會接下戰帖 進行這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跨世紀 折戰 繼續吻林甄 美國海軍日前證實已經在印太地區部署了 射程長達四百公里的超長程空對空飛彈 比中國的霹靂十五遠程飛彈還要來得遠 見指中國的意味濃厚 中國海警船直接衝撞菲律賓海軍衝氣艇 緊張場面近來不斷在南海上演 中國的擴張野心 讓印太各國更加強化區域安全合作 國防外交密集交流 越加頻繁的聯合軍演 全都是為了增加威者力 美國海軍FA-18EF超級大黃蜂艦載機 首次掛載AIM-174B導彈 從卡爾文森號航母上起降 美國確認在環太平洋軍演時 首度曝光了最新級長程 空對空飛彈AIM-174B導彈 正式部署在印太地區 這款導彈具備三項關鍵優勢 首先射程式刺激導彈的好幾倍 且是由舊款飛彈研發而來 不需設立新產線 還能與盟邦澳洲的戰機相容 因此被許多軍事迷封為Game Changer 有望改變南海遊戲規則 它的射程有可能超過四百公里 這樣的話它就可以穿透對方 在前面進行戰鬥巡邏 作為第一道防線的這種戰鬥機 AIM-174B導彈的射程 大於中國解放軍的空對空 飛彈霹零十五 讓美軍戰機防衛航艦 免於威脅的範圍更廣 並且能安全打擊 價值高的中國目標 美國以軍事肌肉企圖改變 南海戰力平衡 也有望讓中國弱要軍事犯台 面臨的安全風險更高 但也引發美國是否會更加介入 區域衝突的擔憂 金新聞 綜合報導 來關心烏俄最新的戰況 現在俄羅斯正從烏克蘭撤出了一些兵力 來回防 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擔心烏軍入侵俄國 可能會導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給中短 那麼歐洲天然氣價格在本週一度 衝上了今年的新高 短短一個月大漲了超過三成 一把拆掉俄羅斯國旗 烏克蘭跨境齊襲俄羅斯南部庫斯克州 邁入第二州 持續傳捷報 地面部隊在深入推進兩公里 多家外媒也報導 烏軍趁夜出動無人機 襲擊四座俄羅斯軍事機場 戰線也延伸到貝爾戈羅德州 無軍攻勢 讓州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網路上還傳出 有加入俄軍的中國人 參戰一天就陣亡 這波攻擊也擄獲上百位俄羅斯軍人 有望以此換回烏克蘭戰俘 而更讓烏克蘭振奮的是立陶宛 國防部長以及美國官員都表示 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正從烏克蘭 撤出部分兵力以回防 顯示烏克蘭轉移兵力 擾亂軍事後勤的策略奏效 許多國家表態力挺烏克蘭行動 被打得措手不及的莫斯科 不甘示弱發布聲明 已經在庫斯科五個區域 擊退烏軍 釋出軍機出動 以及地面部隊巡邏的影片 衛星照片也顯示 有新挖的戰壕 政治人物則是痛批 這是聯手歐美挑釁 破壞核潭可能 烏爾戰火延燒九百多天 烏克蘭以不對稱戰略齊襲 是否能扭轉戰局 全世界持續關注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半 請持續鎖定八十六台 進轉全球 節目最後電影到利比亞 進轉全球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飛 Lake 動物 大家 解決 未完 事 我們下次再會